异形夺命剑不仅关联普罗米修斯 树原黑水 还出现了类似工程师一样的新品种 后代异形 它完善了异形电影宇宙的一些设定 针对异形这个生物 有了更新的一些属性特征 本期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关于异形的一些新发现 没想到 维兰德公司还想利用异形 来改造人类出城进化 完成老头维兰德毕生的愿望 异形的生命力超强 是毋庸置疑的 它可以在宇宙当中存活 这说明了 异形拥有像人类航天服务一样的能力 不仅能够保持它们的温度 还能够抵抗宇宙辐射 并维持自身的压力平衡 此外 它们也能够调节自身的新层代谢和呼吸 不需要像人类一样 得利用氧气才能呼吸 如果不具备这些或者更多能力的话 异形根本没有办法在太空当中存活 异形一片尾 被雷普利丢到太空里面的那只异形 居然活着 维兰德公司还找到了它 不过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那只异形存活下来的方式就是利用异形形成一个陨石碱 把自己包裹在里面进行休眠 这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异形自己的科技吧 陨石碱的设定合理吗 我认为是合理的 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 在众多的影片当中 我们都看到了异形的蜂巢 它们本身拥有蛀巢的能力 它们的分泌物 甚至可以坚固的束缚住人类 所以那次异形在宇宙当中 搜集一些陨石用粘液粘在一起 或者说它腐蚀了陨石躲在里面 形成一个简保护自己 也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没有威兰德公司捕获 它将一直在宇宙里面飘荡 并保留生命特征休眠下去 第二个补充设定是 我们看到了异形诞生更全面的一个过程 以前只有破膛体 从宿主身上出来迅速躲避逃走 因为此刻的异形是最脆弱的 之后会退皮就变成了成体的异形 但这一次在两者中间还多加了一个过程 也就是退皮之后 异形自己会形成一个勇全缩在里面 当然那个勇不是完全密闭的 它有一道口子 留口子的目的可能有两个 其中之一是 成体异形从那里诞生出来 这明显是有着异形系列的生殖隐喻 其二是某种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 万一他受到伤害 可以把尾刺伸出来进行攻击 在影片当中完整的展示了这一幕 小异形就是在那个勇里面蜕变 长成完全体异形 然后像伸出来的一样 第三个是对于爆脸虫的解释 爆脸虫没有眼睛 完全是凭借声音和热量来追踪宿主 听到这一句台词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能那么精准的 找到宿主的脸完成寄生吗 通过台词和影片当中的一个片段 我们可以大致判断 在一个环境当中 宿主会产生热量 还会移动 爆脸虫就能够检测到你 还有压力 恐惧和恐慌都会提高你的温度 人的鼻子和口腔是一个呼吸系统 不停的有气体流动 爆脸虫自然是可以检测到的 在影片当中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那个男的倒在实验室的水里 一只爆脸虫扑向了他 然后爆脸虫腹部的那根管子 一直在附近窜 就是寻找或者试探你的口腔位置 再加上爆脸虫爬到你身上来的时候 你会有自然本能的抗拒 口腔一直在说话或者发出声音 还有气味和气体等 我认为这些更加能够帮助爆脸虫 找到寄生的位置 说到这里可能还有人会问 那爆脸虫为什么就知道 从你的口腔完成寄生呢 还需要问吗 你为什么知道饿了要吃饭呢 这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和反应 寄生的使命已经深深的刻在 这个生物的DNA里面了 第四个是关于黑水设定的更新 从爆脸虫的身上 溯源黑水 维兰德公司的生化人 对爆脸虫做了大量的研究 也只有他们才能够完成这样的实验 因为他们无法充当宿主 可以不被爆脸虫寄生 所以批量的爆脸虫冰冻在某个舱室里面 这些步骤我估计都是由生化人完成的 在影片当中有一幕 要打开冰冻舱的门 需要有更高的权限 维兰德公司的其他员工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必须由维兰德公司指定的生化人认证 才能够打开 生化人还从爆脸虫的身上 提取了最原始的物质黑水 并且和人类的某种化合物结合 形成了一种被称之为 Z01的物质 这种物质就是为了促进人类进化 相对于人类来说 异形是一个完美的物种 有着机箱的生存能力 而维兰德公司建立的殖民地经常失败 很多殖民地的人类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患病 这个维兰德公司造成了损失 所以他们认为一切的根源 就是要解决人类不过完美的问题 而想到了Z01进行实验来促进人类的进化 主要是让这种物质重写人类的DNA 而产生一个新的生命体 我估计维兰德公司的终极目标是想让人类在拥有 正常人的思维和体型的情况下 还能够获得异形那样的防御机制和新陈代谢的能力 这样子的话 人类就可以长生不老 并达到维兰德公司所说的完美状态 等影片上线之后 还有更多的内容可以给大家深挖几息 异形夺名剑值得一看 我说了不算 豆瓣近思3万人打出了7.6的评分 评分略高于异形契约与普罗米修斯持平 当然在我的心目中它是没法超越普罗米修斯的 只能说这部电影还是吸引了不少路人观众的注意 至少他们看下来觉得整体的观感还是合适的 所以给的评分并不低 而上一几天以来它的票房也在逆袭 由于口碑的持续发酵才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刚开始猫眼预测这部电影票房只有不到3亿 现在已经一路增长到了预测票房8.6亿了 刚开始的排片占比也不多 随着票房和口碑的持续上升 现在院线的排片占比也增长到了四分之一 内地票房马上破3亿 北美票房三天达到了4150万美元 相当于人民币票房2.96亿 个人预估这部电影的全球票房可能会在4亿美元左右 制作成本大概8000万美元 妥妥的回本了 异形续集有望 你是更想看异形前战3 还是异形大战铁区战3呢 顺带说一句 之前和大家讲过的 异形的电视剧异形地球 已经拍摄完毕 将在明年上线 喜欢视频的伙伴 记得点个关注